那時候是財務長 那發生了什麼什麼故事 我後來問了一下以前的一些同事朋友 我可能都還有遇到過端木正 那時候我們在新新聞 新新聞後來被朱國隆朱董買下來 我們那時候在同一棟大樓 那 那時候有發生過一件很事情 大概2016年 因為端木正是經過大風大浪 2016年那個時候我們的朱董 因為跟中興集團他們有一個要交易 有一個交易 然後就引發了一個股權 炒股的風波 2016年8年前的6月的某一天 天剛亮 檢察官 特徵組的檢察官 這是特徵組被廢掉之前 特徵組最後一個案子 那一天光是調查員動員400多個 兵分三四十路 大搜索 大搜索 那是特徵組被廢 之前最後的一個案子 那那一次我們朱董有被申請收納禁件 那收納禁件之後 特徵組在查那個案子 因為炒股嘛 烘台股價嘛 所以你有很多資金調度要問誰 都要問財務長 就是問端木正 你知道端木正進出特徵組非常多次 只要有特徵組不管是檢察官 還是他調的調查員 有看不懂的就找端木正去 第一個告訴你端木正是很熟悉 檢調的邏輯 好 那當時 當時這個大搜索下去 天一亮四百多人 幾十路大搜索下去 後來起訴了好幾個人 都是在金融圈 有名有姓 都是大任務 當然包括我們朱董 我們朱董後來就 判情確定以後就跑了 端木正是全身而退 你想想看 因為當了十幾年 他就當了朱董十幾年的財務長 然後這些資金調度 財務長一定會經手 會很清楚 他可以全身而退 這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很緊張 他很謹慎 他很小心謹慎 你看起來他就不怎麼樣 因為他是五十九年次的 看起來不像很多話的人 就是他不像是政治人物 那你要從調查局 從特徵組的偵訊室裡面 你要全身而退 定義是現在 你大概可以理解 調查局問事情的時候 他會相信你的財務長嗎 你是朱國榮的左右手 我們朱董的左右手 所有的資金調度 一定跟財務長有密切關係 好 那柯文哲今天 你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端木正 對 他的講話就是說 收入跟支出對不起來的時候 那個差額兩千萬左右 端木正就自行調節 對 然後看起來禮拜六 禮拜天的那個 那個對職會議裡面 還被錄音了嘛 對 因為黃國昌講說 會計師講的話 我們都有記錄 好 那你回過來想一件事情 端木正在目前不講話 他在等 端木正在手上有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純粹就危機處理 你去跟你的會計師 這個對干 這是最笨的 有幾種人是絕對 你不能去弄他的 你的會計師 為什麼 你的帳都在他手上 你不管有內帳外帳 小帳大帳不管 這個帳一定是會計師最懂 第二個 你如果有官司的人 你不能跟你的律師翻臉 因為律師會知道 你所有最真實的狀況 所有要幫你辯護 要幫你辯無罪 律師一定知道你所有的細節 他才有辦法想出一套劇本 去說服檢察官或法官 第三種人絕對不能得罪 不能讓他背叛你的什麼 你的秘書跟司機 秘書知道你所有私底下的行程 你跟誰見面 司機是載你去地方的人 司機知道的八卦比誰都多 這三種人絕對不能得罪 這三種人一定要好好呵護 你現在跟你自己的 這個會計師翻臉 你都要推給他 當公司以後怎麼職業 他所有的簽證公司 一定沒有人信的 這不是只有這次監察院的事情而已 好 那是已經 他真的站得住腳的話 我覺得後續可能還要賠償 那個生育上面的損害 那個都以後的事情 但你現在只要想一件事情 現在是柯文哲出手 接球的人是端木正 端木正現在贏而不發 端木正會做什麼事情 不只是會計法說他不能泄滅 他所有掌握的東西 我等檢察官來 等檢察官來的時候 跟檢察官坐下來 檢察官你要知道什麼 端木正手上有籌碼 柯文哲搞不清楚 你有沒有搞清楚端木正手上 到底有你什麼東西 然後你在禮拜一 那場記者會裡面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柯文哲 台灣民眾黨的記者會 柯辦的記者會 可以替木可公司宣布停業 他要清算 不管不管怎麼講 木可的股權250萬都在李文捐名下 在法律上 這個是 我的公司憑什麼 你替我做決定 但是柯文哲他們可以替他決定 犯句話這是什麼 你是實質有影響力的人啊 公司把第八條耶 這種隱藏性的控制權 這種實質影響力 提供了一個什麼事情 還不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政治現金上的支出 對不起來是不是做假帳的問題 柯文哲你手上 有一個金華城正在被調查 好 我如果 因為兩個案 現在兩個案子都在台北地監署手上 本來搬金華城的檢察官 會不會 剛好就把柯文哲這件也分給他 然後你要想一件事情 因為要比方說有金流或是什麼的 那個調查 是一起的嘛 現在本來金華城的人 搬金華城這組人 他可以隨隨便便去查李文捐的帳嗎 不行啊 不一樣啊 現在是不是有機會了 而且只查了李文捐嗎 他現在可以查的範圍是不是可以擴大 木可啊 你不知道他可以查到多大 還有 從事情爆發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跟法官申請監聽票 你可以隨便監聽李文捐嗎 你可以隨便監聽李文綜嗎 因為黃山山當過副市長 柯文哲是市長 是被告 柯文哲自己要知道你可能被監聽 因為金華城的案子 我相信金華城有可能是申請了監聽票 一段時間 只是我們外面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爆發監裁院這件事情 查政治獻金的事情 不是關鍵 監裁院查下去 只會告訴我們收入跟支出 每一筆細項 是不是像柯文哲自己開記者會所講的那樣子 那個搞不好查下去事情會更多啊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在看柯文哲自己他們公布那個記者會裡面 我看到有一個叫做應援科技 我們一般人不知道啊 後來我才知道說應援科技就是跟科本募款的啊 而且他 你跟科本募款為什麼還有一個什麼科技公司 因為他要抽啊 他要抽手續費啊 他不是慈善 他不是慈善單位啊 應援 他要是靠什麼為生 就是我幫你做平台募款 然後我要抽%數嘛 然後後來又去找 這是慕可的網站 慕可好店啊 就真的你可以找得到啊 因為你可以透過便利商店的ATM 你也可以透過網路平台啊 那因為1月13號投票 如果你透過ATM轉帳的話 他有時間差 所以他要提早關帳 然後我這邊框紅色的 就是應援科技啊 應援科技啊 這算慕可啊 你在看細幕的時候 我講的這個都還是合法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 後面有一個特施策略 我不曉得這次公司做什麼的 這也是投票前 他要付231萬 1月10號要付那麼多錢 策略公司是幹嘛 你知道網路上有一種事實 可以做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叫做網路行銷 口碑行銷 一種你也可以說他可能是網軍 他是網軍還是幫你做正面的口碑行銷 我不知道啊 那你說網軍是比較負面的是不是 因為柯文哲他們最喜歡打網軍嘛 動不動 對他動不動就要說 說人家是網軍是設議嘛 對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 好可是你從這個查出來之後 他公佈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根據這一個細項 去瞭解這是什麼東西嘛 類似的還好幾個 他報什麼名目沒有 沒有啊 宣傳 雜資 他是雜資喔 不是宣傳喔 宣傳 宣傳的另外有一個 叫做宏室實業 這個實業公司 為什麼是宣傳有關 這個我也不懂 公佈的這些只是我們看得到的 他還有沒有公佈的 我也不知道41萬以上的 是不是全部都貼出來了 他沒有像NG149那一次 在講一句比較好笑的事情 也是覺得很可悲的事情 這已經是柯文哲個人第三次選舉了 兩次台北市市場選舉 對 可是人家我第一次選總統 我都很難 我都不知道啊 賴清德是不是第一次選總統 侯友宇是不是第一次選總統 那以前幫蔡壁如講句話 蔡壁如在幫他管事情的時候 會出這種事嗎 當然除了姚老師講說 第一次選完之後 忽然間掉下來一個500萬的發票 玩具發票 那個不知道怎麼辦 也只好認了嘛 你至少還有一個玩具發票嘛 那這次發票 他現在公佈的發票故事情節 就是真的嗎 現在是柯文哲 我相信他們講了一部分 他要讓我們知道的 那剩下的呢 我們只要等監察院跟檢察官 對 因為另外一部分的事實 的詮釋權是誰 是端木正 柯文哲已經出手了 不管他要不要告端木正 其實已經不重要 當他開了自己會把責任 丟給端木正之後 後續的所有每一筆細目 那個發票 每一個發票 不管對得上對不上 那個解釋權在誰手上 在端木正手上 柯文哲麻煩大了 然後檢察官也有這個機會 順藤摸瓜 本來我們在想 金化成會不會有錢的問題 有沒有金流的問題 我如果是檢察官 我一定順便查一查 這個事情麻煩大了 你怎麼會笨到去跟一個 你的會計師 好一個地魚多吃 講一句不好聽一點的 最好希望木可的會計師 不要也是端木正 如果萬一木可的會計師 也是端木正 我不知道 這個查詢就知道了 如果木可也是 端木正在做簽證 那事情就有 還會有趣 大家在網友 詳細 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